今年九合一選舉參選新莊區幸福里長候選人魯美玉代夫出征 結果不負眾望順利當選 並且向將親致上十萬分的謝意 讓他能夠將陳里長生前所交付會執行的工作再延續下去來完成 親愛 幸好你鄉親對這邊選舉 對我們的支持和愛好 把我們疼惜 讓我這邊可以演唱 我旁邊睡了 里長也是我的王子 讓母理念 讓母理來的理念 讓他做的空氣 我會繼續演唱 他會做得好 只要鄉親有什麼事情跟我們交代 我會盡力 盡力來服務 雖然陳敏昆里長在今年8月期間因病過失了 消息傳出之後 鄉親們感到十分不捨 至於生前的這段訪問 則是陳里長成功為民爭取到華盛機車格 有效改善當地常年停車普遍的苦惱 對陳魯美玉也說明 接下來要足以實現的任務 期盼鄉親都能夠生活得更加幸福 旁邊睡在那裡 正常要不完成的空氣 就是鄉親家點子 要不破 他也希望鄉親家點子 要不破好 樓梯頭 樓出入口 讓樓上的人 算是方便 出入口方便 樓梯頭 親家點子 我會繼續維持 你來環境衛生 我也會繼續維持 半年前我們所做的 現在就跟我們教授 研修他的學部份 空氣都要繼續研修 只要好的 對你面有幫助的 對你來有貢獻 我們都會盡量繼續把援持下去 盧美玉說 即使陳立章已經離開人世 他一路陪伴身邊都十分樂觀 身為他的砍修能夠再延續慰民符的工作 令人感到無比的驕傲 記者黃又仙心中報導